好,我们进入第二步 刚刚我们讲的要学的第一步是什么? 我们要学的第一步是画MO diagram的顺序位置 然后了解MO diagram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是这个MO具有比较多的碳2S的character 好,现在我们请同学来画一画 它的诡异 S跟S诡异没有什么好画的 它这个得到的东西呢 就是anti-bonding颜色不同 bonding颜色相同 好 Sigma部分 我看我请两位同学上来 一个画Sigma,一个画开 各位同学画的分子轨运呢 要把它并起来 好,那像这样子的这个分子轨运 画出来了以后要对应到每一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π就是从两个变成 另外一个呢 表示它是进去的 一个是x,一个是y 都形成π,就是Sigma 这个πStar呢 πStar还没画得很好 好,很好,请回 号出来的结果呢,跟这个有一个很像 但是它们有一个远离的一个趋势 也就是它们的loop都会是 离中心线比较远一点的方式 然后这个符号是不相等的 这是πStar 另外一个呢,是 另外一个呢,是 画屁股 屁股前面是白色 里面是黑色 前面是黑色 里面是白色 这是出进去的y轴 好,画了这些以后呢 你要知道它的American Symbol 这个Symbol的画法 这知道的方法是什么呢? 各位翻一下 CRB的这个 CRB的这个 table 然后我等一下会给各位看一下slide 各位看一下CRB的table 告诉我 它们各式代表的是什么 我们来先看SigmaStar 代表的是Z轴 所以它是什么样子的Symbol 在CRB里面 我们看CRB 它就是A1 A2 B1 B2 有四个 然后最后table的部分 可以对应到X跟YZ 请问一下 这个地方是什么? Z轴的 A1 A1 Pi的话 X跟Y B1 B2 B1是X还是Y? B1是X B2是Y 注意到在这里面 如果说是Cinfinitive的话 那它就是E B1 它就包含了这两个 E是这个Degenerate 这两个Degenerate C2B的话是 错把X跟Y 变成不一样 看不出来 但是Infinitive来讲的话 是两个一样 所以B1 B2是变在一起 它用E来代表 所以这个是E 或者是Dash 就写E吧 在Cinfinitive H 就是E1 是不是? 它是E1 好 Sigma 人就是A1 这个呢? 人就是E1 这边是S Scharacter是什么? 你没有看得到 你看到X平方Y平方Z平方 对不对? 这个是代表S 如果不知道 我们待会做一遍 你会知道 这也是A1 这是什么? A1 诶? 这是A1吗? 这是不是 好注意到 我们已经悄悄进入到第三步了 先画MODiagram 然后再画它的图形 然后把图形找出 E Reducable Representation 下一步就是 用E Reducable Representation 同做一次MO 看它谁跟谁interact 好 这是C2B的 C2B的Pair of Table 它跟Cinfinitive A 不同的地方 是下面两个的B1跟B2呢 实际上是 在等于Cinfinitive里面的E1 OK 这个可以定乎E 好 所以它这个表格上面所写的位置 这个Z呢 是A1 所以这些Orbit 也就是分子轨域的代号 我们就用A1来代表 这个A1呢 就是Matican Symbol 就是这个Orbit 它的这个代号 那我们以后要化约说 任何一个分子 它所有的轨域里面 它是由哪一些轨域造成的 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它有Sigma跟Ti 所以它实际上是A1跟E 所造成的轨域 所以它的Linear Combination 是A1加E1 A1加E1 各自代表的东西是什么 代表的CO这个分子 它的轨域 它的分子轨域 是用Linear Combination组成的 它Linear Combination是A1加E1 这个A1加E1的线性组合 我们称之为Symmetry Adapt Linear Combination 也就是说 跟你另外其他的分子 你要知道说 它是由哪一些 E-Reducable Representation 所组成的 然后每一个E-Reducable Representation 所代表的东西 是什么样子的 原子轨域所组成的 或者它的分子轨域 有它的这种特性 像刚才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Pz加Pz 它组成的分子轨域 的Sigma 有这样的对称 你如果不相信 你就把Sigma 做一下这个对称 对于西部轴 对于Sigma V跟V'去作用一下 就发现到它 都是不动的 因为这个 中间一个球 好 对于E来讲 不动 C2 这个是C2 不动 对于SigmaV XZ XZ是这个平面 包含它 也是不动 然后YZ 是进去的这个平面 它也是不动 所以这个样子的Pz 这个Sigma的Orbital呢 它是具有A1的character 具有这样的性质 那原子轨域呢 也是由Pz跟加Pz组成 而原来的Pz呢 也确实有这个A1的性质 不信的话 你就画一个Pz的轨域 你去做一遍 会有这个性质 所以比较通缉的方法呢 就是直接看X跟Y跟Z 这个地方就知道说 PxPyPz 就是这样的 这个Medicine Symbol 那如果你做出来的分子轨域 是有这样子的性质 是跟这些轴位相似的话 它就会有相同的这个Medicine Symbol 所以 像在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平方的 就是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是一个S轨域的 那你当时不知道 现在你也知道 只要是圆球的 你用任何一个对称元素去操作 它都还是那个圆球 所以它是A1的这个operation 这边的XY YZ跟DZ呢 我们没有讲 但你以后要知道 跟D轨域的那个四个loop的 那个轨域的对称性是一样的 OK 那我们这样做出来的这些对称 是跟 有几种做法 有没有搞混淆的 我们以前的考试是说 请问一下这个讯号 得到的这个振动讯号 是有IR还是Raman 那个时候我们是用 分子的振动模式做向量 去做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然后再得到它的组合 那个组合所代表的是 这些振动方向的组合 那就是用来判断IR跟Raman的 但是同样的做法 同样的性质 同样的数学 是可以解释分子轨域 它的组合的特性的对称性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用这个character table 来算原子轨域 加成以后变成分子轨域 这个分子轨域 它本身的对称性 什么样的对称 然后呢 去做出我们的MO代表来 那这个领域呢 就是要算出 Symmetry Adapt Linear Combination 这个东西就是 合余对称的线性组合 Adapt是适合的意思 Symmetry Adapt 合余对称性组合 合余对称性组合 称之为SALC 用来干什么的? 用来 找出Molecular Orbital 或者是Group Orbital Group的意思就是 我把一个原子 假如有四个原子 是在这个分子里面 我把1跟3加起来 变成一个Group Orbital 它就等于是 全部MO里面的一个部分MO 那这种部分MO 我们称之为Group Orbital 找出整个MO 或者是部分MO 或者是原子为余 它们的 要怎么写 写了 写了 之 也就是像这样子 在CO里面 这个分子 它的线性组合 是A1加E1 那么在MO 代表呢 是Sigma 加上两个π 这样子的组合 Sigma 是用A1来代表 π是用E1来代表 那么这样子的 对称性的assignment 和对称性性的辨认 或者是给你一个图形 叫你找出它是A1 还是E1 这种做法 我们是称之为SALC 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 好 再重复一点 我们现在来教的是 要解析分子的分子轨率 好的方式是 先画出分子来定出点群 然后从点群里面呢 去找出它们每一个 原子轨率它的对称性是什么 然后把原子轨率所组成的 分子轨率的对称性 也找出来 做Linear Combination 然后算出来说 这个分子是由哪一些 分子轨率所造成的 做法有两种 一种是图形的表示方法 一种是 Ereducible Repentation的解决方法 图形的表示方法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请我刚刚 要问你跟吴东辉上来做的事情 就是你从原子轨率画起来 然后你把它变号 或者什么 这个变号的话 就是Antibonding 加起来了以后 把它画成原子轨率 画好的原子轨率呢 你去找Peritable 可以找Ereducible Repentation 你不找这件事情 你其实也画得出MO 因为你知道哪一些是 会形成间接 哪一些会形成反间接 你知道的是一到一低 所以你画得出来 那我可以问你 双原子分子的 这个Homo Atomic Diagram 你要画Hetor的话 就容易得多了 但是我们会一步步下去的 Hetor的部分 像CO做完了以后 我们做HF 然后会做 比较离子性的 Hetan Fluoride 然后我们再会去做到 三原子分子 三原子分子呢 会变成 像这样 然后CO2 然后呢 我们会再 讲到水 把这几个东西的MO 全部都算一遍 科美方也都有 要预行的东西可以先预行 水部分完毕了以后 我们把它扩充到 复杂一点的 NH3 四原子的 然后再把它变成 再复杂 PS PF3 D1 F2 等等这些分子 甚至把它扩充到 PT PTCL4吧 D4H的 比较复杂一点 然后把这些东西的MO 各一段 会画的 大概就 能够 应付我们课本上的习期 跟我们将来要做的考试 那这一种学感 让你练习一些很简单的小分子 那我为什么要用Signature Elements 去做这个事情 你想想看 我如果给你15个原子 叫你画出所有的P轨率 然后叫你画出这个P轨率 它们之间组合出来的MO 你画得出来吗 所以图示法 是一个 您现在学双原子分子 三原子分子的 简单的一个 入门方法 之后复杂了以后 你就必须要靠 Pair of Table 去做 E-Reducable Remotation 然后画出所有的MO来 那个时候画出MO的方法 你不知道它图形的 那个图形长得什么样 你只知道 这里面的group orbital 里面有一大堆orbital 这些orbital是A1 B2 这个A2G 这等等的这个orbital 你要找到A2G跟A2G 会interact 一高一低 然后BEU跟BEU 是interact 一高一低 那样的方法去画出整个MO OK 当然复杂一点的电脑 会帮你这样做 然后他们会做这种计算 我们在 啊 系里面 陈宏文老师是教这个东西 也做这个计算 那 对于这个量化的部分 要比较熟悉 shorting equation 所有的Way function呢 要做加减 就会变成了 我们这个 Bonding的 这个 来源 而且可以预测 任何一个分子 它的最低能量是什么样子 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 然后再复杂一点的到那个 诺贝尔蒋德州他们做的这些事情 是Molatile Dynamics 也就是分子 不但你知道它的形状是什么样 你还知道它变化形状的conformation 是怎么变的 经过什么样的最低能量以后 再转过来以后 到什么样的高能量 再变成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追踪整个化学反应 哪一些中间物 它的能量是什么 它的产物能量是什么 然后就可以算出来说 这个键是怎么断的 催化剂是怎么进来的 然后最后的产物呢 为什么会得到是最终的 一个稳定的产物 像这些计算在早期的时候 是不太可能的 理论计算的人 因为电脑还没有那么型 常常算出来的东西是错的 复杂一点的 尤其是无基的东西 为什么 无基里面有P轨率以外 还有D轨率 大部分有基的比较好算 有基就是SP3的东西 这句子一算 然后算出来它的整个能量 整个Molecular能量 是比较准确的 但是到复杂一点 到蛋白质 无基分值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不行 那我们经过不断的实验 跟理论化学家的配合 后来使得理论化学家 现在能够先预测到 奈米晶体 碳60 或者是Graphin 这些东西的性质 像Graphin 石墨烯 像石墨 就是六元环这样的 石墨一层 一层单层分子 它的性质有很高的导电性 这些东西 是理论技能家先算出来 然后化学家才慢慢想办法去给它 这个合成出来的 当然合成的方法也是很有意思 也是一个 诺贝尔德奖的故事 他就用Scotch tape 也就是胶带 把石墨烯一粘 就粘出一层 石墨烯在上面 这是一种很简单的人工分离方法 当然现在技术不止 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先复习一下 CO 这个分子 如果要性质画 inmodus 怎么做 第一 先我们去找出它point rule C infinity V 性质的V呢 把它画 减乘C2V 注意到 在C2V使用的时候 这个地方其实等于C infinity V的1 degenerative 那 那 我们应该看它的原子轨域 怎么样加成 在Tin2S 跟这个 Yan的PZ 会形成Sigma bounding 因为白色 对白色相加成的部分呢 会形成一个 强烈的overlap 那能量如果相近的话 在C以内就可以 哦 讲到一个图形我忘记了 刚刚下课的时候 有些同学挤得很好的 各位在 Page 135月 CEO这个MO图 它为了夸张 这个 为了明显的画出你的图形来 它其实 有 画的比较 错误 我看往下面 这个 这个 他在画这个MO图的时候 我看一下 它的 Tin2S跟2P画得很远 然后 Yan的画得比较近 这个严格讲是错误的 但是它是为了要画这边的图形 然后排版的缘故 把这个空间都拉大了 所以 正确的图形是 上面的那个2P 要把它拉下来 拉得比较接近它 因为它是多少 10 10 10 副10吧 这边才14 这边14 然后这边是15 96 这边是 多少 30 29 32 所以 上面的A1 也就是B2的图形要下降 才正确 所以这个图 不完全算对 也不完全算错 整体的相对次序是正确的 但左边Tin的部分要压缩一下 好吧 也就是最上面的 这个部分要下降到差不多到这个地方左右 才是比较正确的 但是会跟这个图冲击到 所以它就把它拉开大一点 好 这是课本上各位会觉得有点错误 因为我刚刚我一直在强调的周期表 左边到右边能阶的差距是越来越大 而整个能阶是越来越往下降 这个趋势在讲周期表的时候 会注意在比较过重元素的时候 也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你都要记得这个趋势 好 那我们刚刚进行到的地方呢 是 从character table C2B 去化缘出来它的这个MO是多少 然后在化的方法呢 是 一个是图形的方法 OK 这是Sigma Sigma star 注意到它在这个化的时候呢 有 这个其实是用理论计算的那个公式 画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它的大小 在这个地方呢 右边比较大 所以是 养的character 养的这个成分比较多 所以养的系数会比较高 所以如果是weight function 乘重它的话 这个养的系数是 大于这个碳的这个系数 所以对碳而言呢 几乎是没有什么contribution 但在这个地方的话 这边是 主要是碳的contribution 养的就是比较小一点 而对应的这个所谓的MO呢 就会跟碳的这个 比较接近 画出来的这个 拼轨率的pi orbital呢 你可以看得到 这边是 养的部分 比较多一点 但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讲的这个 跟金属接的这个部分 画出来的是 这个碳的部分 是比较大一点 而养的部分 是比较小一点 上面是一样的画法 那一人子分子的时候呢 就要看contribution 因为它不太 它的这个contribution 不是一样 所以你不再是这个OO 或者是碳碳 或者是淡的这个画法 两边是一样的 它的高度 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 通常我们都是把 这个原子分成两边 那如果说是 金属跟一堆Ligen的话 金属画在这边 所有的六个Ligen 或者是一堆东西 我不是讲说 Ligen画在右边 然后金属画在左边 所以配对的中心就是这样 这边画比较简单一点 右边画比较复杂一点 好 那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顺序的方式呢 你如果已经从Atomic Orbital的话 就可以直接画出 这个MO的顺序来了 但是你并不知道 它是A1 还是B1 还是B2 但是你如果说是用 图形的方式 看着这个图 说它对PZ轴来讲的话 旋转了以后不变 对于这个平面来讲的话 也不变 对于这个重线平面 也不变 它就是A1 因为它的Table在上面 全部都是1 用通常方法 就可以得到 另外的这个 Sigma star 也有相同的情形 虽然它们这两个情形 不一样 长的形容不同 也有黑有白 可是对于这个轴而言 对于这个面而言 对于同线的面而言 它都是不动 所以它都是A1 OK 好 那么对于这个 Pi来讲的话 在这个地方我们用B1 跟B2来代表 注意到它之所以有A1 跟B1的差别 是指它的X跟Y轴上的差别 各自对应到B1跟B2 可是在真正的CO 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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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鬼域 好 那把MO里面的这个 HOMO跟LUMO合起来 称之为Francia Orbital呢 是称之为全单鬼域 这里面就是化学发生的地方 如果你把电子丢出去给人家 这个电子丢出去给人家 然后这边的这个电子呢 是电子接受过来 这个地方是接受电子的地方 称之为LUMO 这个地方是丢掉电子的地方 然后HOMO LUMO呢 就是你能量 这个光电子能量发生的地方 也就是说 当你有一个光线进来 打到CO的时候 CO这个电子 都跑到这个上面去 而跑到去的时候 它系统的这个能量 就是这里到这里的这个能量 那个能量就是 你们光谱所看到的能量 每一个分子 它的这个能量是不一样的 有些会上升会下降 而任何一个化合物 比如有机化合物 我们加一个推拉电子机进去 你就会改变整个MO的这个能量 会比较高一点 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每一个有机化合物 它的这个颜色会不一样 就是当你的颜色 靠着比较近一点的时候 你的能阶是比较短的 也就是说 你吸收的这个能阶呢 是比较小的能量的话 就虫光 如果说这个GAP是比较大的话 你吸收的能量是比较大 相对于这个能量来讲 大的能量是相对于蓝光 好 所以我们会讲的说 如果说有一系列的东西 它这个地方稍微上升一点 那么我们就称之为Ride Shift 因为能量就减少 那么Delta1等于Hmu 对吧 就等于 能量减少 频率减少 也就是过长加长 也就是能量小 就是虫光的意思 这些要在UV光谱里面再有介绍 注意到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些 这个电子要先上去的 这个都是UV的能阶 那如果有的时候是Pi到PiStar 或者Nombani到PiStar 这个都是UV的部分 可是这每一个部分的能阶 这个地方 它有一些细分下去的细节的差别 这些细节的差别是Vigration的能量 那再细一点在这里看不到 是Rotation的能量 是必须能用微波光谱去看到的 CO 我们要绘的是什么 MO Diagram 什么叫MO Diagram 这种能阶 MO的Energy 能量 Level 画一条线 Energy Level Diagram 是指中间的这个图 你要绘画中间的这个图 然后你要绘画旁边的图示法 也就是这个MO 二次Sigma Star 是哪一些原子鬼域所组成的 它的MO形状是什么样的形状 第三件事情 是这个MO 它的E Reducable Representation是什么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图形去操作 运作看 也可以偷懒说 这是Z轴方向 所以你就相对于Z的那个 Z对应的是Z 所以这是A1 另外一种方法呢 是做E Reducable Representation 我们看一下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看这个 Orbital的Symmetry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A1 这边是A1 然后A1 那在这里面的A1呢 这个的A1 和这个的A1 三Sigma的 对三Sigma的部分 原来在这里下面的 它们会产生 SP mixing 它会产生上面去 变得很高 但它们之所以 可以做这样 SP mixing 是因为它的Symmetry Allow 意思就是说 我是A1 Orbital 你也是A1 Orbital 所以我们可以E-Drive A1 Orbital 可不可以跟E1的Orbital E-Drive Symmetry不对 没有办法E-Drive 你说它能量比较近 应该比较容易interact 没有用 很近 不来电 各位都知道 对不对 这班上很多同学 靠很近 但不来电 但是 从这个分子轨运 你要记得 能量要相近 然后Symmetry要Allow 然后你就可以做interaction OK 好 那这个Pi之所以能够形成 是因为这边的Px跟Px Py跟Py 它们是interaction 它是Symmetry相同 符号相同 所以形成bonding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 M-O-D几个调件 Symmetry相同 能量相近 然后距离要够近 才是形成interaction 比较远的Otel不行 能量相近 是指10到14EV以内 实验的方法 是用过多Electron 去告诉你 知道 好 好 我们现在时间关系 我们就很快地 往下面例子做 因为我已经 在黑表上做过一遍了 我再复习一下 现在给你另外一个分子 HF 我们很快地做一下 S orbital-13 这个S-40 2P是-18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一个氢 非常周期表左边 符非常周期表右边 所以它的能量是怎么样 符是非常往下的 氢是很高的 那么能够interaction是谁呢 这个显然不会interaction 所以这个根本基本上可以不要讨厌 真正会形成Modus 它跟它 那形成Modus的方法呢 我们也讲过了 就是你可以画出你的atomic orbital的位置 比如说ES 比如说ES在这个一种 -13 然后这个明方的RT和这个RS 画出来 RS太远了 不能画 各位注意到 在课程上这个地方都写成Sigma 但是 实际上它是一个non-bounding character 所以 我会建议把这个电话写成non-bounding 因为如果用它和Sigma 你会发现到说 Sigma,Sigma,Pi,Pi 所以这个HF之间呢 这个是non-bounding 是long-pair的electron 这边有两个间接 是弄错 这边是一个non-bounding的间接 因为基本上这个地方 就是从这边平移过来 它就是浮的2S轨域 它没有新的成分 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40 它是-13 所以今天没有interaction 那它们是不是可以interact呢 它是S轨域 它是S轨域 它们之间的Sigma属性 是-allow的 是可以interact 所以特别上才把它写成sigma 因为它强调的是 对称性相同 可以形成interaction 这个interaction有多大呢 非常的小 为什么小 因为它的能阶差得太多 那其他可以对应的东西呢 是S跟谁可以对应 S是可以跟P归对应 接近它 所以这是sigma 一旦U完了以后呢 S用完了以后 就没有东西可以在interact嘛 所以剩下的PX跟PY呢 就留在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 没有人跟它对应 所以它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基本上 跟原子轨域是一样高 那这个我们称之为non-bounding 因为没有东西对应 它不能形成电解 它是non-bounding 这个sigma sigma star没有任何电子 这个sigma 其实是个non-bounding 具有些微的sigma性质 这个地方能量越差得越远 它就越没有sigma的性质 所以基本上 HF是一个polar的间接 它是一个类似快要变成离子件的东西 所以呢 那在这个地方 只有s可以跟它的部分结合 也有供价件性质 所以它是有供价件性质 有两个non-bounding electron 这两个non-bounding electron 是在符上面的 因为这对应是到符的原子轨域 所以实际上 这个non-bounding要画的时候 是画在符上面 这个部分跟Louis structure是相合的 好 那绘画的MO还要做什么 它要画它的MO的图形 对不对 图形最简单的 氢永远是预言球 P的话就是 那个符上面就有PXDYPZ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氢换成离的话 那就更离子性了 那会有什么情形呢 离子件基本上不是供价件 所以你有什么轨域好overlap呢 我们如果用分子轨域来画的话 就会发现到其实可以稍微解释离子件的性质 怎么说呢 你的S尾域在负5.4 跟刚刚一样 这个符的轮接 来讲的这个2S的符呢 几乎是不interaction的 因此我们这边的interaction 不是有这个sigma跟这两个部分 那在这里面的一个里的电子 把它填到符的这个价电 全部加起来以后呢 一路可以填到π这个地方 所以它是几个间接 它是一个sigma间接 但这里表示什么东西呢 这当方电以外的这个sigma所谓的间接呢 这个电子是来自于哪里呢 它是来自于锂跟符的 所以锂的电子已经到了这里了 而这个是什么地方 这个是接近符的能接的一个地方 所以表示什么 你把电子给了它 这两个电子都靠近符 所以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Litian 增价 F 副价的一个性质 这是离子界 那我们是用分子鲍鱼去描述它 因此分子鲍鱼给你的东西呢 是一个定量的描述 它告诉你说它有多接近 它算是多少的 共架性质 你看这个地方如果说是 完全在上面 non-bonding的性质 就表示所有的电子都到了它上面 但这个有下降的上升 这个是有bonding的性质 所以它Sigma Litian跟Fluorite 是有一点点bonding的性质 那但是呢 这个的电子是来自于Litian 而这个Litian的电子呢 是靠近符 对不靠近Litian 所以这个图形 告诉你说 它是有MO可以解释的 但是它的 共架性质非常的弱 那它的电子呢 是从里跑到符 所以它是一个离子键的化合物 基本上呢 只要是离子键的化合物 几乎就不必算 因为这个几乎就不interact 这个呢 就几乎会是留在原来的那个位置 这个奥格就会跟它很接近 那那个不必算的结果就是 你只要把电子给对方 就完全给对方 就是我们的MO 所以也不必化 那到现在为止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第一个先讲呢 氮N2 氧O2 这类同原子的 我们又讲到了 COE原子的 然后把这个一原子拉到很远 插到不一样的HF 然后再把它拉到说 Lisin跟Fluorite 到离子键 OK 这是双原子分值极限 我们已经讲完了 接下去我们讲三原子分值 好那顺便再讲一下 各位要绘 绘的事情呢 除了绘画这个 Energy Diagram以外 要绘画出这个 MO的图形 那MO图形 各位也许不会画的地方 是在这种 进入纸面的地方 这边画一个圆圈 再画一个遮住的圆圈 然后颜色呢 把它标明清楚 那注意到永远要标明 它的这个 H跟F 它的原子核所在的位置 画一个重一点的圆圈圈 表示原子核所在的位置 这样你就知道 它是一个 Municulate Obital 然后你要知道 这每一个东西 它的对称性 是什么对称 那么在这个地方 它仍旧是一个C 你们分析是V 也就是C-L-H 所以它的形式 跟它的C-O呢 一模一样 也是C-A-1 然后P-的话是E-1 到现在为止 这三个东西是一样的 但它们各有三个不同 所以注意到 如果考试的时候 问你说 C-O-H-F-L-F 它们的MO 相似在哪里 相应在哪里 我们要现在知道 我刚刚也讲过 不清楚的东西 再回应一下 这个奖励 看我们刚刚讲的内容 好 比较大的分子 哦 时间不多 好 课本上有一个方法 怎么样去做这个 就是我刚才做的 这个顺序呢 它有一定的流程 那在比较复杂的分子里面呢 它这个流程呢 是 各位记得的话 就会比较好做 那我们做的方法呢 是我会把F HF的这个例子呢 在下一个课的时候 做给各位看 各位如果看过课本 那最好 那各位晓得 如果你看过了以后 就会比较 听得懂我讲的 但我强烈的建议 各位先去看一下 CO2的那个 MO概括 原因是因为 它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已经讲过CO 再加一个O 变成三个原子的 那它的这个对应呢 从Sigma到Pi 其实各位 完全不要看任何图形 和这个Signature 这个Assignment 也就是A1A2的这个 EU Indusable Dentation 怎么求 都不管的话 你应该可以画得出 这个MO概括 我要求各位先要 绘画出这个东西来 好 那 课本要这个 怎么样解 FHF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下一次会在 课堂上给各位讲 那 讲的部分呢 就是按照这个 讲义上面 我先 我会先把那个 最后的图 给各位看 就会给各位看 这个最后的这个图 那这边的这个MO呢 就稍微比原来 那个更复杂一点点 那各位要会的是 每一个MO 它所代表的这个 这个EU Reducable EU Reducable Dentation Mindicant Symbol是什么 要把它给写出来 那在课本上 我们非常贴心地 画得出原子轨率 和分子轨率的 这个对应 那 帮助各位了解出 这个MO是怎么样形成的 好 各位回去要自己问自己 一 给你一个分子 你画不画得出来 左边跟右边的原子轨率 所结合出来的分子轨率 请问分子轨率叫什么 Molecular Orbital 这个图叫什么 Energy Diagram OK 第二件事情 会画它的图形 知道黑影的 和白色的在哪里 第三个 看着这个图形 你能不能对照的 character table说 它就是EU 它就是AE V1G 你能不能对应出来 第二件事情 是 我们给你 这个Reducable Repentation 这个部分还没有交 就是怎么样去画出 Reducable Repentation 给你Reducable Repentation 画一个出 EReducable Repentation 然后把所有的 EReducable的 AE跟AE做Interaction 然后决定 我们的SP 这个部分 还没有讲清楚 所以这个部分 下次会用这个例子 给各位再做清楚 各位 汇了这个以后 再去进入CO2的部分 如果说你汇做 差不多就OK了 但是我们讲过 我们会一路复杂的 进行到了 CO2水分子 然后再到NH3 然后V2 然后到PT 是要过的 做完这个部分 各位就可以做习题了 OK 所以如果你 还没有做习题 没有关系 如果你有问题 有兴趣的话 在礼拜三 4点钟的时候 在这一间教室 我们来可以 跟各位解答 谢谢各位 拜拜